看有關台灣Yahoo!引述這個自由時報的一個報導的時候 就說,邵氏Bens,他們譯作賓氏 Bens就拍到路視女鬼 話說有一個他形容殺手,叫做魏陽修的人 醉駕 那我看回資料,原來在幾天之前 就是他在基隆市醉駕 就撞了九架車,還將其中兩個應該是騎機單車的一男一女撞死了 那在事發現場,有觀眾拍下其中一個車輛的畫面當中 就疑似拍到一個很樣貌真靈的女鬼 那大家看看你覺得像不像 放大給大家看 那畫面就是這個就是那個車 那後面一個這樣的形狀的東西 放大就像一個女人 好像女人的頭有頭髮有眼有口 那當然,如果又用這個心理學角度 很多人就說可能是 當時有些環境的物品的折射或者角度問題 令到那些人是有所聯想 那但是看真真是像一個女人頭 那這個會不會是民眾所說的一個死者的冤靈在陪陪不散呢? 那還要因為這宗案呢 恐怖的地方是 因為當時邵氏者還要拿出一個議員助理的證件 就說我是議員助理 那類似的東西 那現在不知這宗案怎樣審立 就是怎樣收貨 總之兩個人死了 現場拍到一個疑似鬼魂的影 那你當然可以信一個折射 或者是一個心理的投射 那但是事實上真的拍得幾次 起碼一樣東西 這張照片不是造假先 完